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尔街人物 今天的华尔街人物为大家介绍的是 PayPal的另类CEO丹尼·舒尔曼坚信自己的武术哲学 自2015年从Ebay脱离后 PayPal一路高歌猛进 如今武术爱好者丹尼·舒尔曼 想要在中国大展拳脚 PayPal公司的CEO丹尼·舒尔曼有很多特点 他喜欢穿德克萨斯风格的牛仔靴 虽然身材高大健壮 但说话时却永远轻声细语 他还是一名武术爱好者 据说每天都会练习一段时间 并从中找到他的商业哲学 舒尔曼有着传奇经历 他和维珍集团创始人 英国传奇企业家 理查德·布兰森下过棋 曾经在纽约街头 醒起24小时 晚上睡在滑板运动场里 为的是给一家帮助 无家可归青少年的慈善机构做调查 不仅如此 他还一直致力于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是全球最大的自闭症科学 与宣传机构自闭症之声的董事会成员 2001年 理查德·布兰森找到舒尔曼 请他主持一个关注移动电话的新项目 接下来 舒尔曼跳槽去了美国运通公司 把精力放在得不到传统银行正常服务的 更年轻的顾客和其他人群身上 在舒尔曼推出的许多新产品当中 有一种运通蓝鸟卡 就是针对年轻人的 蓝鸟卡引起了Ebay的CEO约翰·多纳霍的兴趣 他从加州飞到新泽西 向舒尔曼提议 请他出任PayPal公司的一把手 他马上就答应了 至今 PayPal业务一路高歌猛进 2017年 这家公司在财富美国500强中 排名第264位 而上一年的排名则是第307位 现在 舒尔曼把中国当作 PayPal未来的增长动力之一 他毫不掩饰PayPal对中国市场的渴望 他说 我们的全球发展有着战略性的意义 要密切关注中国市场的发展动态 他认为 中国是全球数字支付领域的领先市场 在这个市场当中 在线和线下交易之间的界限 正在逐渐模糊 甚至已经不复存在 在中国 PayPal有独特的优势 他专注于帮助中小企业 从事跨境贸易 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为全球 超过2.27亿的消费者实现跨境交易 从而帮助他们增长业务 这对PayPal来讲 是一个很合适的业务模式 他能够帮助PayPal把在中国以外的消费者 网络优势和中国商户的业务需求结合起来 事实上 在过去一年中 在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商户 至少发生过一笔跨境交易 其中最多的是美国消费者向中国商家的购买 而PayPal能够在跨境贸易业务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过 舒尔曼自己也知道 要想获得中国市场并非易事 如今 支付宝和阿里支付在中国 几乎形成了绝对的寡头局面 这些 舒尔曼都深有体会 去年9月 他曾经到访中国 就曾经深度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两个产品 并试图发现其中的不同 他说 腾讯和阿里巴巴都是中国强大领先的公司 并承认 对于中国国内支付市场 PayPal没有过多的野心 而在全球范围内 PayPal是一家领先的公司 设想一下 把我们各自的影响力放在一起 对双方的顾客来说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表示 PayPal的全球数字支付业务起步很早 因此 他也经常思考 应该跟PayPal有互补的资源的公司进行合作 舒尔曼再次把他从武术上获得的哲学思考 运用到了中国 PayPal在中国有几项合作伙伴协议 包括中国银联 百度钱包 阿里巴巴速卖通 他希望PayPal在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构建开放中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实际上 在过去的18个月里 PayPal从一家产品公司发展成为平台公司 这家公司和谷歌、Facebook、Uber、Airbnb、百度、阿里巴巴等顶尖的科技公司 Visa、Mastercard、云联等世界顶尖的支付网络公司、移动公司都进行了合作 他说 我们的战略不止限于与顶尖的品牌进行合作 我们将与这些顶尖公司一道促进数字支付的发展 与三五年前我们的公司相比 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商业哲学 也是不一样的商业手段 霍尔曼坚信自己的武术哲学 或许这位另类CEO能够在中国大展拳脚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